胡女士表示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男同学的存在 自己这么说只是单纯为了刺激丈夫 因为丈夫这样时常的连环催促电话 及咄咄逼人的架势 让他很是受不了 但胡先生当即反驳了回去 胡先生说得很笃定 因为就在那之后 他发现妻子的行踪变得很神秘 而那个妻子口中不存在的男同学 竟然真真实实地就在他们身边 在家里的时候跟我 他说要去散一下心 我说你去 那天他就叫我不要联系他 那天就仅仅是没联系 然后在晚上差不多六点多七点钟 还没飞来我就打电话 你在哪里 他说他说今天我不飞来了 我在外面住 不知道他那天是在哪里去玩 也不知道他是跟谁去玩 他就发了一些红衣穿 然后他就不飞了 他就飞到北京 第二天早上从八点钟到十点钟都没联系 那时候就担心死了是吧 担心他发生什么事什么的 然后他在那里 本来是三天飞了四天飞了 结果他一个礼拜飞了 他也没有跟我怎么去解释 我来飞待一下 我是跟他吵架走的 公司所有的事情他都不管 然后我就压力太大了 压力太大 我说我就要出去散笑心 一起想出去的地方 我说就是想去北京 我说我要不就急切飞北京去玩两天 晚上一点多 我是在网上订的酒店 在网上订的时候是看 离机场比较近 结果是有几十公里到酒店 到了酒店就差不多两点了 两点就是洗澡睡觉 睡到十点钟才醒 本来是准备三四天飞来的 然后我同学看到我发护秘车 我在北京 然后他说他也在北京 我在北京 要不我们就读完两天 他跟他朋友 所以说我们三个在那里 又读完了一天 这个事他也知道 我跟他讲了 虽然吴女士向丈夫 如实交代了情况 但这并没有打消 胡先生心里的疑虑 因为就在吴女士 从北京回来之后 胡先生看到了 妻子手机里 那位男同学发的信息 这个发现 让他再次提高了警惕 看到了他跟他聊天的 怎么关心他 一旦起来了 早上要注意心跳 你那个吃了 你要吃早点 注意不要饿了 或者不要冷得了 这几率的东西 一些一系列的 那个关心的那个 吃予 信息中如此亲密 关心的字眼 足以让胡先生 读想连篇 他的脑海里 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为什么北京回来之后 这位男同学 对妻子如此关心 在北京的那几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 没等他弄清楚 这个问题 一个让人不安的消息传来了 那位男同学的妻子 居然找上门来了 北京回来之后 他们那个同学 闹离非 他老婆是 要跟他对职 然后 发短信给他 我要过来 对一个职 还是怎么样 他要过来闹 我看到信息 然后我就问他 他说 对 在我心里 你没有危机了 他说他 会照顾他好 他说很明确 要跟他接线 他说他会关心他 你是说 他说的那个 男同学闹离婚 嗯 他也就要跟你离婚 嗯 跟我亲友说啊 他说他 喜欢他 他对他心里很重要啊 他会照顾他 好他了 我就看到他 他在我亲口 在我心里 就是给一把导演 吃我 好烫 这个事情 好像就不是开玩笑了 这个东西 其实根本就没有的事 没有 他说的 你们之间 互相关心的 吃早餐没呀 这些有没有 聊天是非有 有聊天 有过聊天 但是那些亲密的 那些聊天是没有 有没有对方的妻子 给你发的那个短信 要跟你对 是他妻子发给他 他老婆因为 我们也有关系 所以说他是发给他的 我没有发给我 对方的妻子也有怀疑 有 为什么呢 你不觉得奇怪吗 那我怎么就 他就因为 因为我们如果有 真的有什么 我们就没有必要 我也没有必要 跟我老公讲 我是在那里 我们三个人在那里 多玩了一天 我也没必要 跟他谈的这个东西 我完全可以 把这东西隐瞒掉 因为我们是谈白的 因为那个人 已经早就吵 没有跟他吵架了 然后他老公也 到过我公司 为什么 是因为什么事情 就是过来做一下 他也没有碰我的面 那另外他刚刚说的 他还跟你沟通了 拿了这个短信跟你说 怎么回事 你还回答了他 说 就是说过 就是吵架嘛 气氛嘛 他一起反应我 他就回来 他就 吵离婚 我就说 这个是刚好 他就一直纠结 我跟 就是说 因为我在那边 就跟我同学 你是不是回来 就跟他吵离婚了 他跟我吵 是他跟我吵 没办法 然后我说你 我说我出去你不信 我说不信 要不就去离婚 就这样讲 我们提离婚 我现在是他主动 要跟你提这个离婚 然后你没有争吵 还是因为这件事情 你们吵起来 他说了 那我们就去离婚吧 那个时候回来 他还没说离婚 我是看了你的 那个信息以后 他同学老婆 要过来跟他吵架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他是跟同学有那个 如果我们有什么 我们也没必要 坦白这个东西 吴女士始终强调自己的清白 但种种的迹象 让吴先生心里笃定了 妻子离婚 就是因为情感的不忠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妻子铁定要跟你离婚 她要去寻找她的心理 这就是意思 丈夫的这个结论 让吴女士很是受伤 对她而言 这不仅仅只是否定了她这个人 也否定了她曾经 为了嫁给吴先生 所做出的所有牺牲 因为当初吴女士的家人 是极力反对 她们在一起的 当时我嫁给她 没有一段通 我家里也不同意 人家好多 就是说 一是我 我爸爸妈妈都 也都说 她说你女儿嫁到他们家呀 他们家在我们村是最重的 当时 吴女士比胡介正 足足小了九岁 未来对她而言 本来有很多选择 但最终 她还是决定 不顾一切地 和胡先生在一起 从曾经的一穷二白 到如今的年收入几十万 吴女士付出了所有的青春 可她没想到 一切的努力 换来的是丈夫的猜忌 不信任 连她为这个家的付出 也被全盘否定了 这也使得她 最终下定决心 要离开丈夫 离开这个 让她失望的婚姻 因为所有公司的账目 我老公基本上不管 家里有钱没钱 她也不管 都是我一手草区 公司里面没钱 要采购 材料什么 她都不管的 都是我去跟我娘家借 我把钱借回来 借回来 她不经过我的同意 把那个钱借给她的朋友 借出去的时候 我当时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说出去朋友 我说你有空 让我帮一下 可以没关系 但是我说 我随时要 你随时要烦 她朋友说好 然后说好 就我 因为15年底 我们就买了个厂房 我叫她去问钱 她问不费来 她那个人不是没钱 她开奥迪的车 她老婆开美无论 在一起买的房子上百万 她不是没钱 她这就不烦 我就很气 很气 我就要她去问 她不问 不问我 就我出面 最后是我追了她三天 她走哪里 我就坐到她的车上 我不下来 她走哪里 我坐到哪里 后来她就没办法 没办法就把这个车 是卖了20多万 当时我就拿到4万块钱 就发现她4万 转身 我老婆回来怎么骂我 她说我没见过 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是这样的问账 她骂我不要脸 我是为了这个家 当时就吵架 她具体说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可能现在 还有一点 对她有一点愧疚 可能是当时说中的 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是 会说出这么一句话 她就是说 给她丢了面子 丢了三天 这件事情 会让你 对这个男人 有什么样的感情 没有担当呀 当时我就不同意见 她对家里的所有事情 都没有担当 明白了 这件事情 我要离开她的主要原因 就是我在她面前 得不到资金 没有担当 最要战友就是凡凡 现在是凡凡的 最要战友 都没什么 by bwd6